我从小就被母亲就是丢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鼻涕都是半脸 都是的 然后就是也没有人关心 就是我这个就是 从小好像就是很缺爱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人 我觉得对老公就是 虽然结婚这么多年 确实没有去 怎么去关心她 怎么那个 但是我也知道 现在这个事情出现 不能我自己太过 我就想请老师给我指示 我该怎么挑战 好我们再来重复这个谎题 我们之前讲过 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是因为你要经历这样的人生 所以有了这样的父母 那你有了这样的父母 最后又导致你缺乏爱 当你缺乏爱以后 你好不容跟一个人 走进婚姻的时候 你干嘛 你因为你不懂得爱嘛 你总想依赖对方 总想去索取对方 你要把所有的爱 都希望通过对方那里获得 但是有一天 她会干涸的 那这个时候开始 她可能就开始变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依然 在这个去爱当中循环 我们又走不出来 你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想要去改变 那我们经常说 那你要在一个圈里转 怎么办 换一个轨道 不就上别的圈里转了吗 其实换一个轨道 特别简单 就是我学会爱呀 我学会去散发爱 而不是索取爱 我不需要别人来爱我 我只需要我去爱别人 你会发现 当你不停地去爱别人 爱出者 爱反 别人就来爱你 你有更多的爱 你就进入另一个循环了 好不好理解 所以你去学会爱别人 而不是让别人给我关心 不需要 你会发现 大家可以去观察 生活当中的规律 越是索取的 想让别人在乎他的 就越没人在乎 对不对 你看越是在意别人的 我一无所图的 你看做声音 说只要关心别人就可以了 我真的一无所图 就会有那么多人来爱你 你看老子讲 比如说天道 损有余儿补不足 你看什么事情都是 告诉我们你不能自夸 不能自我邀功 不能自我标榜 如果你说你自己好 别人就会说什么 不好 如果你说你自己不好 别人就说你很好 你要觉得你付出了 别人就认为你没付出 那不是你应该干的吗 你说我没付出啊 但是你明明付出了 别人就说你付出了 你越是想索取 你就会变得越匮乏 就进入了这样的循环了 所以其实特别简单 你换一个轨道 你懂得去散发爱 去付出爱的时候 你下一个循环的规律 就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我们学习 轮运有多么重要 第一句话在讲什么呀 学而实习之 你看这句话太重要了 就这五个字 学是为了改变什么 习惯啊 过去的生活习惯 过去的思维习惯 过去的品行习惯 你看 我这次来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立下 要打破自己固有的那种认知 和自己那个思维 好的 谢谢老师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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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的 感谢观看